快 司马主长 您来此地有何贵干哪 我接到举报 有共党要饭藏在范府 请你配合一下 等一等 范府在路岛也是有头有脸的 你们想搜查不太合适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跑了共党要饭 小心你的脑袋 你要谁的脑袋 范家犯了什么王法 范老板 晚辈多有得罪 因为事发突然 有人举报共党要饭藏在府上 所以请您行个方便 胡说八道 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私藏共党分子 您误会了 我们是为了范府和您老的安全 必须将此人缉拿归案 请您老支持我们的行动 你们抓人抓昏了头了 可是别忘记 这里是租界 就算要搜 也轮不到你们 请问 这个 就不用您老操心了 我们来之前 已经和租界方面打过招呼了 老爷子 得罪了 搜 是 住手 请 司马亮 谁让你四闯范府的 杨母长 有人举报 范府藏有共党要犯 我是来实施抓捕他 胡扯 还不赶紧撤了 这 老师 既然司马亮一口咬定 范家窝藏共党嫌犯 不如就当着您的面 让他好好搜一搜 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也省得范家背黑锅啊 要搜就搜吧 这一定是误会 你一向跟政府共进退 怎么可能窝藏共党分子了 不做 这个何文清嫌疑最大 范府私藏共党 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 我现在就拿你试问 是 我马上把人撤走 不做 我回头专程去拜访您 各位 得罪了 撤 范空啊 让您受惊了 这一切的事 您不用理会 一切由我来处理 谢谢 范国啊 来 咱们里边接着聊 请 真是活见鬼了 官大一击压死人 那怎么着 就白白放走公囊 老娘 从现在开始 给我全天后的监视犯下 另外 告诉你的人 注意隐藏和身份 我就不信 主手的鸭子还能给飞了 老爷 老爷 老前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先去忙别的吧 好嘞 ase me まあ 爹 您先去 ok 你干什么呀 我让你到后院去检查一下 你跑到地窖里去干什么 一个小秘密被您发现了 凤锦不是最爱吃水果吗 我就在地窖里藏了一些 还想给他做点饮料什么的 那地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这个啊 就在前几天 我让厨师杀了几只积鸭 一并放到地窖里了 应该是不小心血滴在地上了 我马上处理干净 我说文青啊 最近外头这么乱 你可要特别提高警惕啊 老爷 那边我都看过了 没有可疑的迹象 你再到厨房那边去看看吧 好好好 文青啊 在这多世之秋 没有哪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 是啊 这稽查处的人如此无礼 南京政府也太对不起您了 我看这次杨毅轩来 名为贪王实为募捐 您答应他了吗 这个我尚在考虑 但另一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一说 嗯 那就是你过去和共产党的关系 你从监狱里出来有三四年了 已经跟他们彻底撇清关系了 今后你可千万别再去滩浑水了 十业救国才是硬道理啊 你只有专心的经商 才能让我和凤锦没有后顾之忧啊 啊 爸 您放心 嗯 我会一心经商的 就希望能够早日为您分拥 那就好 还有文青 毕竟是新婚 有时间多陪陪奉金啊 知道了 您放心吧 我问你啊 你负责筹集的那笔钱 是不是就放在刘婷手上 而且你们两个 一直都是单线联系 我不认识什么刘婷 你别隐瞒了 她是你们的人深藏三十万 对吗 她怎么知道这么多内情 她到底想干什么 我知道 我在你眼里 或许就是个叛徒 可我说啥要跟你交个底 敌人不光抓捕了你的人 甚至可能已经找到了那笔钱 你想套我的话吧 你想套我的话吧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是不信任我 那我再告诉你个实情 稽查处的人暗中埋伏在范家周边 你随时有可能落入敌手 一个喜了 再让你回来 干什么啊 老爷 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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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小姐 小姐说要尽地窖 见之胡闹 走 走 小姐 小姐 老爷他过来了 爸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你啊 快去 那边有好戏看 你 已经身为人妻了 不好好帮助你丈夫 还处处给他添乱 太不懂事了 爸 你怎么就知道说我 何文青鬼鬼祟祟躲在里面 谁知道干了什么坏事 文青 待在地窖里头 肯定是调制饮料 是为了讨你欢心而不遗余力 文青 你出来吧 爸 你那个饮料调制得怎么样了 还在试验阶段 再过几天就能成功了 方琴 你看 这些水果保鲜得多好 辣倒了 你真是太不懂得领情了 这叫不食好人心 走 回去吧 获得i lever 我是刚才没太过 你无所谓的 你会有什么